你今年多大 16 快17了 16岁 14 今年是14岁 那当时是在国内有一定的法语基础吗 自学的 自学 对啊 自学法语 是啊 自学到A2 就从零基础开始 两三个月 加上暑假的话 应该三个月吧 从法语班结束 到上了两个星期 这么快 觉得法语难度大不大 基本相当于零法语 法语现在老师教你啊什么的 能听懂吗 能听懂 你觉得在这个学校这个环境怎么样 不错 英语怎么样 学校有没有教英语 学校英语 用法语教 就感觉有点难 但是其实法语和拼音很像 最难只有刚开始第一个月 你学了法语以后 你反而觉得英语更简单了 很多人有误区 觉得好像英语学了这么多年 是不是 学了法语 搞了法语会搞混 完全不错 我小时候去的那个多伦多 他人很杂 人很杂会导致什么 有些人他就说 有时候跟你说话的时候 他没有很友善 但这边他其实上每个人 我觉得基本上 比较热情 因为小地方嘛 对吧 公立学校来说 你读不读 其实让老师领一份工资完事 但这边老师 他会很细心的去给你辅导 专门一对一去给你讲解 包括语言 包括跟同学之间的交流 文化上又没有什么不同 包括还有吃 先从吃开始吧 比较轻松的东西 就是口味呢 肯定会不太一样 因为这边的话 尤其是做蔬菜 它一般都是水煮 刚开始可能会稍稍有不习惯 那现在也好了 然后呢 其他的话 包括文化上面呢 其实 差别没那么大 同学这个文化 肯定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 也可以互相学习嘛 当然也是挺好的 这种题来说 你有没有想家 想啊 王总 咱们驱车300多公里 来到这里了 这就是我们来看的这个学校 叫圣安娜 这个中学啊 OK 对 它建于1827年 现在在校师生 大约有400多人 然后你看到这个楼啊 真的非常的漂亮 这前身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学校 对 它逐渐逐渐呢 现在是世俗化以后呢 变成了一个法语的私校 这个法语私校也是 魁北克东部最好的法语私校 最好的法语私校 寄宿类在魁省是排名第一 排名第一的 一直是第一的 一个领先地位 无法超越的一个水平 对 这个学校呢 也同时是DFAC法语的考试中心 对 所以要参加法语考试在这边去考 而且也是加拿大联邦的一些政府机构 比如说阿省阿尔波塔省 他的这个当地的这些官员 他们学法语什么 要来这边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培训中心 法语培训基地在这边相当于 他接待这些政务官员 加拿大联邦政府政务官员来这边 培训法语 所以这边的话是一个很官方的 在法语水平上是一个很高端的一个 没错 我好像听说在每年的夏季和冬季 他还有夏季和冬季 东凌和夏凌对不对 对的 然后欢迎很多去就整个加拿大也好 或全球的一个声援也好 过来学习法语 非常的有名 所以我们说是沉浸式的法语教学 整个沉浸式法语教学 这个体制也是从这边开始一个发展来的 那我们去看一看200年历史的学校吧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学费其实非常的便宜 几千块加币 他其实这个学费是没法负担 整个学生的这些学年的这个费用的 绝大头还是来自于政府的补贴 所以他名义上是私校 实际上是一个政府的学校 然后呢 这个包括如果我们从国内过来的 孩子也同样享受这些福利 在魁省法语如果好的话 如鱼得水 对的 是的 这是第193届毕业生 2017到202年 他们在这读了5年 193届 这真是202年当时已经是193年了 对啊 第16届毕业生 是所有的餐廳的餐廳 都要做成了一份的餐廳 這裡有六周的餐廳 所以真的要準備好前面 的餐廳 當然,我們必須要有不同的餐廳 而且像學生知道 那些餐廳的餐廳 是比較容易決定 如果我們要帶我們家的餐廳 或是我們要吃 是這個價值嗎 如果我們在餐廳的餐廳 我們說到餐廳的餐廳 我們會說餐廳的餐廳 所以我們是餐廳的餐廳 美食餐廳 我們是一個餐廳的餐廳 我們是一個餐廳 所以我們是餐廳的餐廳 自然有没有学习 念头 студ专 Nutan 因为他们的 给客Commun 뭐 拿下来 订阅吗 会了其中一部分是看不到就算了 因为我看到他们的通编子学习 如果我们和美国的学习 学习 像入学习 如美国 美国 也在中国 我们看到的价格是非常不同的 因为中国人想要有更多人 我们会有更多的民众 他们讨论英语 所以在中国 如果我们想去设计 如果我们是设计的学校 而我们设计英语 我们会立即到居住 这里是中国人 你们学中文吗 我学中文 你们都来几年了 你们都来几年了 刚来是吧 还吃得惯吗 这里饭怎么样 吃不惯 逐渐开始适应 他们还有点心 对 那些点心 今天吃鸡腿 你们这边法语觉得怎么样 好不好学 大人好 但是努力还是能学会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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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机会 没错没错 对孩子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价值 嗯 我们来到这个教室呢 就是这个呃 叫DFAC的考场 嗯 就是相当于这个法语的雅斯托福 的雅斯 官方考场 是是是是 不过从侧面应该感感受出这边的一个法语的整个的一个氛围和学术的一个优秀 因为它这个城市呢 它是这个呃 是一个纯法语城市 所以你在这边你学法语非常的快 嗯 提高了孩子的主动性 让他远离舒适圈 对对对 是的 有的 至少一或两次每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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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dith老师呢 他负责叫法语化 就是这个著名的这个法语沉浸式教学 他是他这个 他负责叫做语沉浸式教学 所以今天 我们来这里 我们来这边 因为我们非常有关注 特别的 因为我们是中国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学生 是中国 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 那不是一个LATIN 所以 我们的学生 学生 可以识详详详详 从零有出生的 是 有一个国家的课详 不是中国课详 可能是中国课详 但你 是国家的课详 Oui. Comment vous pouvez communiquer avec les élèves chinois depuis le zéro? Oui. Alors, c'est tout un défi. Donc, il faut utiliser beaucoup les images, les gestes. OK. Donc, on… L'homme du corps. Oui, oui. Et beaucoup, nous avons des petites cartes, aussi avec des dessins. Idéogrammes. Et les mots. Des dessins. Exactement. Et répéter, répéter. Pour commencer à répéter. Et quand ils sont assez bons, 在中某些间を、 而在時段、 在教学书山上就 nie能再現出 是普通的校 brutal 最高的 是同志的人 경當然 不自體所被団 所以就是在其他省 在家中, 上班的離開 而 Gadets 但是, 他們 に也不是 因此anto, 大學生也算 在校教組 人们工作,职员会参加 他们会尝试地帮助他们 我们在这里做这个女排 听说她们这个排球是魁省的冠军 一直是冠军队 非常厉害 后面就是她们的奖状 是什么学生说英语吗 当然 在学校中有三个学校的英语 我们的英语的基础 让一位学生 让一位学生的一样 能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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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格好 能够休息 能够休息 可以够休息 能够休息 你看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对 我们现在来到她这个学生宿舍 中国她有60间宿舍 她全是单间 对 这个挺好的 就是孩子自己住一间 然后它这边就设备真的很齐全 有一张单人床 书桌 边有衣柜 洗手池 然后我们所在这个位置是女生区域 后面那边就是男生区域 女生区域男生区 这有一个门 这个门是在晚上十点以后 所谓它有一个宵禁 对十点以后是大家都不能走的 对 各个地方都有这个监控探头 它有说有80多个监控探头 所以的话孩子不会说有安全的问题 而这边有一个老师 在这边天天就是相当于宿舍老师 只班24小时只班在这 所以非常安全 那包括男女之间 比如说他一旦到晚上是不能互通的 对 下午四点以后就进来之后 男的就住在男的部分 女的住在女的部分 除非有特别的要求 那可以去说 但是实在是没有不能互通 和景房 圣劳伦斯湾 这边就圣劳伦斯湾 远处就是雪山 他算是很美的 音乐和舞蹈学校 对 他在这边也是学完之后有学分 之后可以上到大学里 这个学分也是固认的 霍多姆 哇 这个学校里面还有这么大的教堂 非常的气派 我都没见过 这个学校里有这么大一个教堂 很气派 他这个直接就连着教学楼 是 对 然后现在的话 这个是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天主教的 一个相当于教会学校 现在呢 就是是一个世俗化的一个学校 所以他这个教堂还得到保留 这顶上有一个巨大的管风 管风 管风 对 莫扎特时期的这个古董当期 他说他不太清楚这个 这个历史 这些很美的作品 真不惜 学校有很多这个古董啊 这是学校的一个珍宝室 珍藏了很多的古董 他的这个学校的创始人 这是他的油画 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这个 遗留下了这个象牙雕刻的这个船 当时是一个船长 同样 然后他相当于把这个物品留给了这个学校 这都是象牙做的 当时二战期间来这避难 加拿大避难 奥地利这个富商作为一个补偿 他就把这个钢琴给留下来了 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钢琴